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 小学六年级学生近视比例已达70.6% 为了协助经济弱势的学童 救国团金融市团委会 结合金融市救国团只有联谊会与四大眼镜工会 提供700副免费眼镜 弱势学童们他很需要在学期开始 因为眼镜是灵魂之窗 需要有很好的视力矫正 我们结合了救助团的团友会 结合了四大眼镜工会来做眼镜的捐赠 他们只要那个凭着眼镜的免费券 就可以到那个全市的十四家店家 去做换眼镜的服务 让他们很好的提升阅读品质 除了关注视力健康 救国团也发现许多弱势学童 面临鞋子破损的困境 在八斗国小举办的 同心协力爱无性活动中 成功募集进百双的运动鞋 另外我们也鉴于说 那个低瘦户的学童 在鞋子方面 他们可能都开口笑了 都还没办法换鞋子 所以我们也号召了志工朋友 整合资源能够公益捐学 让鞋子可以让低瘦户的小朋友 来换新鞋子 让他们有更好的迈开大步 走向大步 那我们也感谢这些企业 散尽企业责任 跟我们一起共同募款 来赞助这些弱势的学童 各区会长展现高度的热忱 除了送鞋配眼镜外 也长期投入捐血等公益活动 持续服务社会超过十年 我们中国团各区的会长 也非常的热心 包括我们的重生机 结合了各区的会长 我们送鞋子到各个鞋校 还送到外建设去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奸鞋 我们每期每期都办理奸鞋 而且奸鞋活动 我们不只奸鞋 而且还拿着公益牌子 到火车站到文化中央 到我们的新网站那边 去拉大家来奸鞋 非常热心 而且这个已经办了十多年了 所以救国团不只一个活动 也都是在做我们 自愿服务的事情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救国团 更有活力 救国团秉持公益 服务 教育 健康 及永续的精神 期望透过这些行动 让基隆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